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手也使用了多种武器 包含枪支和刀具 泰国警方在事后迅速发布通缉班牙的照片 英国《太阳报》10月6日称 枪手闯入幼儿园时正是幼儿园的午睡时间 里面的孩子正在老师的陪伴下午睡 据悉 事件中被害幼童大多为两至三岁的小孩 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 而陪伴他们的多位老师也同样遭到杀手的冷血屠杀 从现场的画面可见 教室里躺着多具儿童遗体 还有几名幼儿园教职员也惨遭杀害 状况相当惨烈 骑凶后杀手驾驶白色皮卡车离开作案现场 逃亡路上遇到阻拦的人便撞上去并开枪射杀 再度造成多人死亡 有目击者表示他一路上见人杀人 甚至将素不相识的路人和上前寒暄的邻居也开枪射杀 杀红眼的他再回到家中也未能冷静下来 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杀害然后开枪自杀 泰国新闻网站于10月6日在推特表示 受害者家属已抵达幼儿园 从他们发布的影片可见 父母亲人们闻讯后赶到现场 大家都崩溃痛哭 甚至有父母倒地哀嚎 目前泰国总理巴玉将于7日上午前往事发地安抚受害者家属 他要求各部门全力帮助受害家庭 凶手班牙今年34岁 此前曾是一名警察 2012年进入政府部门担任曼谷亚纳瓦警局指挥官 后于2019年调任纳旺警局 期间沾染了毒品导致身体受弱脾气暴躁 据之前是透露 班牙在警局服役期间执行命令时总是不服从上级的命令 有一次上级要求他前往政府储蓄银行执行任务 但是他却不服从命令 而是在银行门前的车里睡觉 当银行工作人员向其寻求帮助的时候 他还表现出了不满意的态度 做事要拔枪 导致银行经理不得不向其上级上报情况 此外 班牙还与一名信誓不详的女子约会 从背景调查来看 该女子应该是一名已经被逮捕的吸毒犯前女友 与该女子交往后 班牙就经常会带朋友去喝酒 并在警察休息室里发出巨大的声响 这位警察和附近的居民造成了巨大困扰 班牙醉酒时还喜欢用随身的配枪射击 导致大家都不敢上去纠缠 并且他还曾经使用武器射杀过居民的宠物狗 2021年年底 班牙依吸毒而被警队出名 2022年1月20日 皇家警察调查科对其进行了搜查 掌握了证据并对其实施了逮捕 在审讯阶段 他对一切公认不悔 我吸食毒品很久了 此外他还承认搜查中发现的毒品 就是他的所有物 是从一名被开除公职的警察处获得的 目前泰国当局已经表示 这是一起对幼儿园的恐怖袭击 目前正深入调查他的犯案动机 但警方表示 被开除后心怀不满 可能是班牙作案的心理动机 据悉 这是泰国最近三年内 最少第三次前任或现任 安全部队成员发动的枪击事件 而当地媒体人也表示 本次案件非常像是 2020年泰国军人商场屠杀事件的重演 甚至比那一次更加恶劣 2020年凶案的凶手就是军人 是手持自动武器的杀手 对路人的无差别扫射 而这一次是身陷毒瘾和法律审判的前警察 闯入幼儿园向手无寸铁的幼儿 和普通民众无差别袭击 随着租金成本越来越高 在加拿大买房可能是一个诱人的长期选择 然而加拿大国家银行的一份报告显示 如果您想在加拿大的一个主要城市买房 无论是多伦多 温哥华 蒙特利尔或其他城市 都需要一份相当可观的收入 根据该报告 加拿大住房市场的可负担性出现了 41年来最严重的恶化 这是因为在2022年第二季度 加拿大人平均需要花费大约63%的收入 来支付房屋贷款 这份报告发现加拿大10个城市的住房可负担性都下降了 多伦多 温哥华 维多利亚 汉密尔顿 沃泰华 蒙特利尔 温尼伯 卡尔加里 魁北克市 和爱德蒙顿的所有类型住房的房价中位数都有所增长 那么在多伦多和温哥华买房需要赚多少钱呢 温哥华和多伦多的房价通常是全国最高的 所有类型住房的房价中位数分别是1394259元和1306685元 这意味着在温哥华买房所需的收入为262923元 而多伦多则为246409元 其次 维多利亚的房价中位数为1165583元 所需收入为219800元 哈密尔顿的房价中位数大约为988619元 所需收入为215626元 沐泰华的房价中位数为667420元 所需年收入至少147484元 在加拿大的其他城市买房 看起来似乎更有希望 但依然相当昂贵 蒙特利尔的房价中位数为537412元 你必须赚取约119904元 卡尔加里的房价中位数为471097元 平均所需工资为105494元 温宁博房价中位数为410157元 所需收入约为91484元 这是加拿大少数几个不需要6位数收入 就可以进入房地产阶梯的主要城市之一 报告显示最便宜的房价在魁北克市 你在那里可以花大约357195元 买到一套房子 所需收入大约为79988元 包括这项研究在内的许多研究都预测 2023年的住房可负担性情况会好转一些 随着我们过渡到新的一年 房价预计会有所下降 这对于希望在加拿大购房的人来说 无疑是一个好消息 壮观的三文鱼回流市BC省秋季的一道风景线 然而今年估计要让人们失望了 在BC省被发现有数以万计的野生三文鱼死亡 媒体报道BC省极端干旱的条件 导致海岸的三文鱼大片死亡 BC省阳光明媚 但是干燥的天气导致该省部分地区出现严重干旱 对一些野生动物造成毁灭性影响 最近发布在社交媒体上的视频显示 数以万计的死三文鱼沉湿在贝拉贝拉的一条干涸的小溪底部 Health Oak Nation的保护经理Williams告诉CTV新闻 这种景象闻所未闻 没有人住在社区里的人以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 Williams说 视频显示所有的这些三文鱼都进入了小溪 今年秋天到目前为止没有下雨 小溪干涸了 三文鱼都死了 这只是一个地方 Williams说 全球变暖正在扼杀一切 这是多么悲伤的一幕 视频是上周游在该社区工作的德国研究员Zabramood拍摄的 但当地人直到周一才知道 野生三文鱼依靠河流流域获取食物 我们都知道夏季结束和秋季开始非常的干燥 但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达到现在的规模和程度 Williams说 很多人看过视频惊呼 这简直就是灾难 三文鱼专家说 这是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 不会轻易消失 观察三文鱼协会的Lina告诉CTV新闻 不幸的是 我认为随着全球变暖 继续以现在的速度持续 我们会更频繁的看到这种情况 最近几天 该省部分地区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 虽然周二没有打破记录 但周一打破了16次 其中包括许多数十年历史的记录 持续的干旱天气也影响了该省的野火状况 包括在大温哥华地区的一个公园 工作人员预计将在 米尼卡达地区公园待几天 与12公顷的大伙作斗争 加拿大环境部的Bobby说 我们已经陷入这种天气模式很长一段时间了 预计至少还会再持续几天 到下周初 我们可能会看到天气模式发生一些变化 BC省北部秋色正浓 而两名女子沉醉其中 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 一只大黑熊向他们伸出了魔掌 现在两人均躺在重症监护室ICU里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道 两名正在本省北部散步 不欣赏秋色的女子应遭到熊袭击 身受重伤 现在分别在爱德蒙顿和温哥华 接受重症监护 其中一位伤者卡诺伊的丈夫说 卡诺伊在道森西附近遭到熊的袭击 试图帮助他的朋友受了重伤 卡诺伊现在正在爱德蒙顿的 皇家亚历山德拉医院ICU病房里 他的丈夫表示 自己无法握住妻子的手 因为他的手臂被熊袭击 伤得太厉害了 他以手臂 头部 背部和耳朵受伤 接受了六个多小时的手术后 现在正使用镇静剂和呼吸机 周一 卡诺伊和他的朋友巴托洛梅 在BC省的道森西附近的一条步道上 被一头雄性黑熊冲撞受伤 卡诺伊的侄女当时也一起在散步 但没有受伤 他说 姨妈是在冲上去帮他的朋友时遭到了袭击 巴托洛梅十几岁的儿子 在试图抵黑熊时也受伤了 他和卡诺伊的侄女最终得以安全逃离 并拨打911 随着夜幕降临 警方说 两名骑着全地行车的加拿大皇家骑警 找到了两名躺在灌木丛中的女子 两人均有生命危险 道森皇家骑警分队指挥官韦雷尔说 警察在附近开枪打死了一只大熊 卡诺伊被送往近600公里外的爱豆蒙顿一家医院 汉森说 他的妻子与残疾人一起工作 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 他表示 妻子喜欢徒步旅行和露营 这对夫妇经常在该地区骑车 他续道 这群人周一开始在布道上寻找与秋叶合影的好地方 第二名受害者巴托洛梅的家人朋友 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 他在温哥华的重症监护室 手臂严重受伤 帖子说 巴托洛梅是两个十几岁孩子的妻子和母亲 他努力工作养家糊口 卡诺伊约15年前从菲律宾移民到加拿大 千呼万唤 温哥华港湾终于为广大粤语观众朋友们 增设粤语新频道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爆爆 我是Serena 用粤语陪你及时追踪 大分新闻热点 一起关注世界大小事 星期二到星期六 粤语新闻定时放送 温哥华港湾粤语台 和你越多关心大分于世界 粤语新频道的链接就在下方 欢迎大家前往观看和订阅 好了 以上是本期港湾爆爆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点赞和转发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